好 歡迎查播最新消息 國安會副秘書長林飛凡 之前被中共當局列入是懲戒頑固台獨份子名單 那現在網路上面出現很多訊息 指控他涉嫌性交易被逮捕 林飛凡說自己不忍了 就來昨天傍晚已經請秘書到刑事局報案 後續有更多消息我們會隨時為你掌握